大家好 上集講到幾個動作是針對於鍛煉我們的核心肌群 解決我們這個盆骨前傾的問題 而今集會和大家分享幾個針對於鍛煉腹肌的動作 大家記得留意了 我們減肥是不能局部瘦的 不過我們可以刻意針對某一部份肌肉去鍛煉 大家如果真的要減肚腩的話 記得配合健康的飲食去整體瘦才有效 事不宜遲現在就開始介紹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反向捲腹或者叫做抬腿 首先我們需要一瓶瑜伽 然後就躺下 然後我們兩隻手可以按住在兩邊 記得下巴少許收起來 還有留意一件事就是我們腰這裡要貼緊 攝不住手去的 貼緊一點 貼緊一點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兩隻腳提高 抬起去90度 這裡我們是90度 這裡也是90度 然後就鎖死我們的膝蓋 下腹用力把你的腳抬進去 然後回來 記得抬進去的時候呼氣 然後吸氣 記得留意了 腰這裡攝不住手去的腰 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 然後第二個動作 我們首先把兩隻手放在頭後面 記得不用扣緊 這樣輕輕放著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把腰壓平了 好 把兩隻腳抬起90度 對了 OK 然後我們上身做個捲腹 拿起肩甲骨離開地下就可以了 然後那隻腳就做一個硬腳的動作 回來 然後就轉腳了 對了 如果想再難度高一點 我們撐出去的時候 腳可以放下 放地下 好 上身就躺下了 好 轉腳 呼氣 回來吸氣 呼氣 記得留意這條腰 都是要貼緊 沒有洞的 好 可以 好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做V Hold 首先我們都躺下 把兩隻手一樣 放在頭後面 然後上身捲起做個捲腹 對 肩甲骨離開 然後兩隻腳拿起 對 拿起一隻腳先 對 直的 斜斜的 然後上身就盡量抬多一點 對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Hold住它 基本上你一抬起了 那條腰已經會貼緊了 那我們可以進行大約20至30秒 好 記住大家 真是正常的 OK